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大家好!我是蘇坦,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 今天我們在立陶宛的首都,威爾紐斯 然後剛剛我跟太太我們有拜訪這邊的蘇共青棧博物館 以及立陶宛民主跟自由運動的博物館 其實覺得感想很多 然後再想對立陶宛來說,整個二十世紀 很多很悲慘的故事 因為,第一個,他們是被蘇共青棧的嘛 然後後來納粹來了,納粹青棧了 然後納粹青棧時期結束後,1944年又是蘇共來了 蘇共來了之後就是直接統治立陶宛 到1990年的時候,立陶宛就那時候是重新獲得獨立 所以,其實真的是很複雜的歷史 然後我也是了解立陶宛人為什麼那麼的珍惜自己的自由 那麼的渴望自由,那麼的愛護跟保護他們的民主 再來,其實我今天也學得到 當年的蘇共在立陶宛搞的那些情報系統啊 間諜活動啊,跟打壓異議分子有多可怕 就是一個也完全沒有什麼人道 也完全沒有什麼自由 宗教自由啊,言論自由可言的一個魔鬼政權 一個境外實力,在這裡怎麼樣屠殺跟打壓當地人 真的是很可怕跟很噁心啊 其實這個博物館很好,它是在以前的KGB 就是蘇共的那個情報單位的監獄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看那些蘇共的KGB的人 他們是用了什麼樣的設備啊,怎麼樣監聽啊 怎麼樣監督啊,怎麼樣監視立陶宛這裡當地人啊 然後後來怎麼樣判刑啊 然後怎麼樣把你抓起來跟關起來 立陶宛其實有一段歷史跟波蘭也蠻像的 也就是有很多立陶宛人被送去西伯利亞 根據這個博物館的資料是11萬8千 就是接近12萬人 沒有想到立陶宛的人口 當地也應該是大概200萬人不到 直接把5%以上的人送去西伯利亞 就是莫名其妙,完全就是有共匪啊 有一天到你家門說穿衣服,滾 然後就是把你放在一般來說 拿來運動物的那種貨車上面 然後再到一個遙遠的地方 然後在那邊比你工作 其實跟勞改營差不多 別忘了,立陶宛也有大概十幾萬人 是被送去勞改營的 所供的那種勞改營的 那死亡人數也是非常高的 也是莫名其妙 立陶宛人只是想要有自己的國家 想要自己管理自己 想要立陶宛人治立陶宛嘛,對不對? 那其實也有介紹立陶宛的遊擊戰啊 那怎麼樣 就是對抗這種的境外侵略啊 其實時間是還蠻久的 一直到1950年代的時候還在 而且一直都希望 像是英國丘吉爾啊 或美國的羅斯福啊 會來幫忙 會來救立陶宛 因為在1941年的時候 不是英國跟美國有說希望以後 就是戰爭打完之後 那些被侵占的國家可以重新獲得自由嗎? 那所以那時候立陶宛人也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但是沒有 所功來了 就不走了 就死不離開啊 其實也可以說 當年的立陶宛人是被全世界的人出賣了 所以我認為 這種很痛苦的歷史 而且一直住在那種高壓統治下面的歷史 也是讓今天的立陶宛人知道 什麼是自由 自由的價值何在 自由是 一般來說都是流淚 流血 才能爭取到的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那個時候被蘇共侵占的時候 立陶宛也有非常多的地下運動 也有很多市面上的運動 抗議活動 在這方面 立陶宛的教會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實真的是跟20世紀中的波蘭的天主教會有點類似 真的是有點類似 然後當然是也有出版一些批評蘇共的報紙啊 也有 當然 實際上的狀況是什麼大家都知道嘛 然後立陶宛人也一直都是有在反抗的 一直都是有在抗議的 一直都是希望可以重新獲得自己的主權 可以重新召回自己的國家 所以真的 這個勇氣是很值得大家佩服的 而且這個博物館的地下室就是以前的那個KGB的監獄 那個監獄裡面也是很... 就是環境很可怕了吧 其實應該是跟現在中共那些 那些異議分子被關起來的地方差不多 然後 最後你也是可以直接走進到人被牆壁的那個房間 而且它下面還有一個電視螢幕啊 上面有播 波蘭的Andre Vida 這個導演的電影 卡廳 介紹那個卡廳大屠殺嘛 就是他 那部電影最後不是有那一段嗎 就是那些波蘭的知識分子啊 軍官啊 被那些KGB的人直接 那個時候叫什麼NKVD嗎 被抓起來 然後弄到一個很可怕的地下室 然後像工廠一樣一個一個的被牆壁 一個一個的被牆壁 對,雖然那個是在講波蘭人 但是立陶宛人經歷過的 經驗也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記得來自集權的威脅是什麼 跟那些獨裁者 跟那些獨裁政權有多可怕 而且,各位台灣朋友們 我真的希望 拜託你們 不要在那邊什麼一家親啊 不要在那邊什麼 哦,和平統一啊 什麼兩岸合作啊 拜託,不要對中共政權 不要對那個國家保有任何的希望 他們對你們來說也是境外的 他們對你們來說 也就是會打壓你們跟屠殺你們的 別忘了 現在那些中共的人啊 胡錫進啊 那些趙立堅們啊 他們現在所用的言論 也是跟當年納粹 當年蘇共完全一樣 記得嗎? 有說什麼要最終解決台灣的問題 可謂最終解決台灣的問題 以前納粹就是這樣子在形容 他們要屠殺 他們要屠殺 有太人啊 那各位 我也希望 經過今天的介紹 因為我這邊有放一些影片嘛 各位也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 為什麼立陶宛最後會出來支持台灣 為什麼立陶宛會 就是希望台灣不要被打壓 台灣不要被侵略 台灣不要被剝奪權力 為什麼立陶宛人在這方面會很支持台灣人 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自己被迫害過 自己也有被侵略過 自己也有被關進集中營 關進勞改營 被強迫送去西伯利亞 有著相關的歷史啊 也有那種很強的 蘇共的情報單位啊 蘇共的那種間諜系統啊 在這裡,在立陶宛 所以當然這個歷史是 我們都不能忘記 我們永遠要記得 這樣子才可以避免 同樣的悲劇在未來發生嘛 所以真的,天佑台灣 天佑世界上各個渴望自由的人 然後我希望 解封了 疫情結束了之後 各位還是可以來立陶宛一趟 因為其實這裡 除了你們看那些以前被侵占的歷史之外 也有非常多很漂亮的教堂 也有一些古代立陶宛的歷史博物館 也有很漂亮的藝術館 然後我剛剛走在這邊 大街上面啊 立陶宛名稱我在這裡出現嘛 我覺得各位應該也會發現 就是這裡還蠻美的 然後食物很好吃 啤酒很好喝 人很善良 人很友善 而且最近也越來越多媒體啊 開始討論台灣了 所以希望各位台灣朋友們 有空的時候 一定要來立陶宛這邊玩一玩 好,感謝觀看喔 我愛惜舒坦 我們下次見 我愛惜舒坦 你做幾位都不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